大家好 歡迎收看 價錢投資 今天外資又對台股賣超了72億 延續上禮拜每天不停的賣 每天幾乎都賣超100億以上 這幾天你有沒有發現 台股好像跌不下去了 雖然外資拼命的 要把台股打壓下去 抗跌的力道 在這三天的台股身上 表露無異 有沒有 這當然是你一個機會 你看到2467 七天都是黑街棒 普遍來講市場上很悲觀 這盤恐怕會有所謂崩跌的疑慮 市場上的人越悲觀 我是越樂觀 你總是要反市場來看待這個行情 你比較容易賺到錢 整個一個台股是 從8840達到8104 就一個指數的概念 同樣至少便宜了700多點 成本是降低了 你的風險是不是跟著降低 利潤垂手可得 只要你選對標的 這盤的一個架構 從三月份到現在為止 我說它整理 這盤縱使會彈上去 會彈它不會直接過8840 它還是一個大幅度的區間整理架構 只是說在目前的一個現況 你的眼光要看到什麼樣的未來嗎 哪些股票會得到市場上青睞 台股是一個潛堤性市場 那資金不到1000億 一套資金買什麼股票 買基本面最強的嗎 不然是法人大股東 公司派中時務大股等等都是如此 你只要選對一檔未來 具有成長性的標的 如果今天它的股價 因為大盤的壓抑不跌 或今天它的股價受到大盤的壓抑 有一點過度的 沒有看到一個亮麗表現 那你當然要開始逢低積極的操作 這是我們給你一個不變的看法 整理盤基本面就是王道 只有選擇未來有成長性的結果 你的績效才有機會打敗這個大盤 對不對 4803的VHQ 上禮拜我股價來到193 歷史新高 從4月份 171年看我節目 我開始買的 你只要逢低承接 到今天為止這種VHQ 股價187嘛 你還是賺錢 除非你上禮拜 我不小心又追高追在193 這樣我就沒辦法了 我的節目內容 所呈現的是 我怎麼帶進 怎麼帶出會員的嗎 我們拿出會員的一個訊息 來跟你對時對價 進場點的一個優勢 在一檔股票發動了 來到支撐性的買點 你要敢跟我進場 所以整個VHQ 基本面強不強 為什麼股價上禮拜 能創下利益新高 第一季營收年成大力高達70% 漂亮 4月21號形態是不是突破 出攻擊量了 現買現攻漲停 4月21號 9點29分 VHQ買在172 當初價位在171 你是以對時對價 171保證一定增加 171開始買 買了之後股價有沒有亮燈 亮燈之後 我告訴你他沒有轉落 一檔股票如果有轉落 該賣我就會賣 包括等一下 我給你解讀的這一檔胡連 剛好有一位觀眾朋友 打電話進來問 胡連該怎麼操作 那這位同朋友 胡連是買在170附近的 那我在想 應該是看我節目去追的 那這檔胡連 我到底高檔有沒有做解碼 有沒有出調 等一下第一個階段 跟你細說分明 一檔股票如果轉落了 該賣你就要賣 一檔股票如果沒有轉落了 低檔該買該加碼 你就要跟得很緊 所以VHQ告訴你 沒有轉落的跡象 所以我在27號 回檔三天 176還在加碼 27號趁他回 只跌176加碼 加碼完之後股價28號漲了7.6% 來到180嘛 那上禮拜三 VHQ 恐龍手術者 就是新會員嘛 176為什麼還可以買 上禮拜三 為什麼VHQ我還在買 我如果知道這檔股票 我認為他會再漲 我會要不要記得告訴我們的會員 尤其是新會員 再度的做揭露 之前的171的基本單 176加碼單 我相信很多會員是沒有跟上的 因為當時你可能還不是 我們贏家的行列 但是我們的操作態度 不會因為說你還沒有入列 我們就忘記你的存在 更何況我認定他還會再漲 我就告訴我們新會員 當然要積極的再度的卡位 所以晚一點參加的會員沒關係 171你沒有買到的 176一樣跟著買 一樣跟著買 上禮拜三 5月4號 VHQ1716買完之後 股價收181 有沒有上去 上禮拜三 台股已經中錯了4天了 那VHQ強不強 就因為他比大盤強 所以我上禮拜三還是告訴會員 176還是要上車 這支溫潭的鉤票擺在你面前 那我告訴你買 你不買你不覺得太可惜了嗎 所以整個賣動 我們所掌握的是一檔股票的未來走勢 所以上禮拜三 一個VHQ176還在買 買完之後 漲了8塊錢181 上禮拜三 台股是不是跌掉了108點 VHQ還是可以買 誰又不可以買 趁大盤重錯買強勢性的機油股 這是我們在整理盤給你一個操作策略嗎 5月5號 台股還沒大漲 跌17點 VHQ來到186 上禮拜五台股還是沒有大漲 跌21點 VHQ來到193 創下 歷史性高 代表每一位會員或是每一位 挺我的忠實觀眾 你賺錢嗎 因為股價來到193 任何一次高點都被突破了 是不是 我只提醒你不要亂追 所以整個操作 我們買在171的 買個10張就好了 花你171萬 大概可以賺20萬左右 新來的朋友 為什麼我最近要積極的推出 這個所謂雙股的專案 我要讓你資產集中化 我要讓你資金產生最大的效果 不要再亂槍打鳥了 如果你們的老師 每天還在射飛鏢 每天還在帶你追漲停 改變一下方式 雙股的一個活動所給你的 是重壓一檔 最多不會超過兩檔 對 如果你資金有200萬的 VHQ可以買10張 那資金如果只有100萬的 VHQ大概也可以買個五六張左右 這是我們在目前台股 很關鍵型客所提供給你的合作方式 我跟你來共創雙贏 好不好 承認實在 你找得到嗎 南岳分析師符合這樣的一個特質 南盤見高手 我相信你很聰明 面對台股從8840 達到8104 誰會帶你渡過難關 哪一位分析師在節目當中所做的分析 符合陳信實在的一個特質 你的時間應該快到了吧 對 所以整個VHQ 我在上禮拜五 創立也興高提醒你不要亂追啦 因為我的一個操作的一個心法 喜歡在一檔股票創高 八檔減碼 上禮拜五的VHQ 我有沒有賣 我有沒有賣 既然不要亂追 該賣該停利我們就會做八檔 上禮拜五的VHQ9.50分 創新高 在190附近先停利賣出 9.50分 VHQ的股價191 你去對時對價 大概可以賣在191附近 這是在上禮拜我衝高的過程當中 我們做了解碼的動作嗎 做了停利的動作嗎 17到191 剛好一張差20塊錢 所以我剛才告訴過你 如果你資金 對 有200萬的 你來跟我操作這檔VHQ 重要這一檔 買個10張夠吧 花你171萬 你可以賺20萬 那如果資金只有100萬的 買個5張就好了 花你大概85萬左右嘛 你可以創造10萬的利潤喔 不管是10萬還是20萬 同學你不要認為 這樣的一個利潤 好像不太多 但是面對台股啊 面對台股是這樣跌嘛 這樣修正嘛 我們家的股票 依然立於不敗之地 你就知道 接下來行情如果大好 我們操作的跡象會不會更棒更好 眼光看圓嘛 我既然選股的方向說 帶給你是一個獲利的結果 那接下來呢 外資已經把台股賣不下去的情況 展示在你面前了嘛 連續三天台股都沒有在種錯啦 有在種錯嗎 幾乎每天都收腳止跌 幾乎每天都開高走低 開梯走高耶 你沒有這樣的感覺嗎 如果沒有這樣的感覺 我就實際做給你看嘛 所以整個VHQ呢 在上禮拜五 191把檔 把檔啊 賣啊 賣啊 賣完之後其實 上禮拜五 尾盤上漲 186.5 那今天的VHQ呢 股價收盤收在187 那如果它的一個回檔修正 來到171 你認為我會做出什麼動作 朋友171 這個鐵板支撐區 我相信你很清楚啊 始終沒有被跌破啊 是不是 如果股價打下來 要不要做接回的動作 基本面一個強勁的成長力道 如果沒有改變 股價變便宜了 跟我站在買幫 這是我們給你一個操作建議 所以呢 台股的一個架構 目前來講 不用太悲觀 真的不用太悲觀啦 如果你高檔有賣一些股票 我相信 這樣400多點的一個下跌幅度 對你來講是機會 超額利潤的買點浮現啊 所以呢 現在 還需要 落井下石打落石的狗嗎 你的一個資產該如何規劃 那才是小問啊 我不希望你的股票真的太多 你現在如果可以集中火力 那個資產的獲利效果 會陳述 知道我的意思嗎 將你的股票 交給慶隆老師 我來幫你做調整 看是要調整成一檔還是兩檔 這樣就夠了啦 可以做股票 一支兩支就夠了 如果不可以做股票 沒關係 冬天全金條 買衣服沒半條 那不是這樣 是不是 所以雙股專案的一個活動 就是要共創雙贏 將你的資產集中 利潤自然 一定展示的出來 學一下 再回到節目的一個現場 看你這麼年輕怎麼就氣喘兮兮的 爺爺 你怎麼都不會喘 除了運動 我也定期做體適能檢測 體適能檢測 你看 這裡的教練親切又專業 那我也要定期來檢測 運動九九 健康九九 教育部體育署關心您 運用巴菲特價值型策略 清選持股穩健操作 是全市場最實在 最誠信的分析師 新任蔡老師 是您賺錢的開端 出價專線贏了27810909 27810909 蔡老師核心雙股限量推出 兩檔以內操作 集中火力 火力全開 讓您資產備注分享售 雙一零專線 02 27810909 27810909 歡迎來到節目內現場 有位同學沒有打電話進來問 他胡連買在170的 今天股價剩133 對不對 一張差了三十幾塊錢 十張差了37萬 該怎麼處理 我先給這位同學一個答案 整個胡連 這個下修幅度相當大 那擊殺的過程當中 當然有一點趕底的現象 但是這個一個弱勢形態 已經展示在你面前了 整個胡連一個反彈力大會有 但是170這個位置短期不會來 好不好 彈上來該賣還是要做停損的動作 這我給這位同學你的一個操作建議 整個胡連我認為這位觀眾 應該是看我節目去買的 我猜啦 因為當時4月21號 我有買胡連 業績穩定成長的車用電池 形態突破配合新天亮 我當天做了買進的動作 大概買在166都給你對時對價過了 當天買完很精彩 尾盤鎖掌停 恭喜我們的會員 但是股價好景不長 從買完之後隔天就沒有高點 是不是 一檔股票如果 攻擊量出來了 接下來它的一個量價結構 表現的是一個非常弱勢的情況 該退就退 該賣就賣 不要停留太久的一個時間 所以我們在4月21號有買 買了有工掌停很漂亮了對不對 但是隔天22號 這檔胡連轉落 轉落我就賣 轉落我就賣 11點44分 胡連轉落165附近賣出 當時價位在166你自己對時對價 所以隔天我看到胡連瞄頭不對 166拔檔 拔檔啊 大概虧個手續費 這是我們進出的動作 這一天21號166買完之後 當天很漂亮拉上去 隔天不對 賣166啊 收盤166一定賣得掉啦 絕對賣得掉啊 這是我們一檔股票的一個操作 一個實務啦 提供給什麼人做參考 所以我是會帶會員賣股票的一個分析師 不管賺賠都是一樣 所以新進會員給我的感覺就是持股太多了 很多都十幾檔耶 還有二三十檔的耶 真的是太恐怖了 你每一檔股票你每天都要追蹤它的量價抽碼 對不對 形態你都要持續的追蹤啊 你的手中持股如果一二十檔 你怎麼追蹤 你怎麼盯盤 你會來不及啊 所以為什麼我這是要推出雙股雙贏的專案 持股不用多 一支兩支就夠了 做太多對你來講都是負擔 你看看你手中的持股 所帶給你的負擔有多重 你應該知道我的用意 所以希望同學們把握一下 在台股來到一個波段低點 8104嘛 已經便宜了700多點 這是你的機會 如果容索你的持股 如果將你的資金重壓在一檔未來會大漲股票 那真的需要有高手來帶領你 不要自己在那邊自怨自愛 或是自己在那邊孤金奮戰 你的機價不會逼我好 如果你操機價逼我好 你不用看我的節目嘛 那不是這樣 我這邊絕對有讓你借重的地方 所以好好利用這個盤是 來到目前8104這個波段低點 所帶給你超額利潤的機會 外資拼命的賣 賣不下去啊 那你認為這個盤要不要漲 那會漲什麼股票你敢知道 你清楚嗎 所以對你手中的持股所帶給你負擔 我希望我來減輕你的一個沉重負擔 負擔減輕的 面對台股的一個每天的開盤狀況 你會比較輕鬆 而不是愁眉苦臉嘛 不然你一直十幾個股票 每天看起來都跌 跌跌不休 那不是非常的辛苦嗎 所以我們對一檔股票一個操作 如果不對該賣就賣啊 對 4月21號166買的胡連 隔天20號166就賣啊 就拔檔啊 這一點拔檔嘛 那接下來呢 差了三十幾塊錢 今天剩133呢 那不是這樣 十張差了三十幾萬啊 這是我們的一個操作 他已經帶出 是一位分析師應該盡的一個責任啊 我們操作了多少檔股票 成功的經驗 我不停的展示我們的買進的訊息 跟賣出的訊息 來跟你對時對價 這是我的操作用心嘛 電視上講的股票 就是會員的股票啊 難道還需要我多說嗎 能做到這樣一個操作的 一個實務境界 公開在你面前的老師 真的少之又少啊 是不是 這一檔利勤 2月22號 我們賣了幾塊錢 最高206啊 我賣在204的啊 從160開始操作的啊 十張44萬啊 2月22號賣在204 你如果沒有賣 今天那個利勤剩幾塊錢 剩139 2月22號204在這裡 賣完之後還有衝高到210讓你賣 但如果你都不動作 今天剩139啊 一張差六幾塊 買個十張差了六幾萬啊 理論文會不會賣股票 是不是差很多 這檔資金也是一樣 十張60萬怎麼賺到 五成怎麼賺到的 2月23號的資金賣在186 十張賺57萬啊 這天賣掉的 加186賣的 賣完之後還衝高到199讓你賣 還有更高點喔 但是你都不賣 今天剩143 一張差40塊 十張又差了四十幾萬了 會不會賣股票是不是差很多 太多檔成功的經驗了 我們都創新高在賣 光環3月2號 103.5創破斷高 有利多隨便賣隨便賺 但如果你不賣 這一天你不賣 103.5不賣 下來今天剩幾塊 今天68.9 今天盤中還跌頂版 這樣差了快四成 四成喔 我們在創新高這一天賣了 賣完之後還有稍微高點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們的一個 賣出的一個動作 所帶給會員的 當然是一個獲利下車的感覺 這是實戰的經驗 實戰的成果 但如果你都不賣 就像你現在手中的持股 是滿手都套牢的 台股沒有跌很深 8840 對到今天為止最低幾點 8104 700多點而已 有跌掉很深的一個幅度嗎 那為什麼你手中持股都那麼弱 因為你都不調整 你都不減碼 你都不會賣 探急不賣變了急 乾脆不賣 很多人犯了這樣的毛病 是不是 所以整個經驗也是一樣 3月23號創波段高 賣在41 經驗 6411 這天賣的 賣完之後 是不是下來了 沒有錯吧 車王店也是一樣 我們都趁股價來到波段新高 賣的 3月31號的車王店 對 58.6不要追高 跟著減碼 這天賣的 不賣就打下來了 又差了快三成 不是這樣 這天要賣 自身哥也是一樣 4月14號 101停利賣出 對不對 整個操作面相當的清楚 賺這一段30幾% 這一天101停利賣出 這一天我還告訴你 上來還是要賣 同學應該還記得吧 不然去看一下 當時有一個代史 所以兩天都告訴你要減碼 接下來下跌 那你就避開 那不是很輕鬆嗎 不是這樣 4月27號的金銅 43.8做拔檔嘛 這邊呢 這邊做拔檔啊 是不是 股價不下來做整理 5288的風響也是一樣 4月27號 108停利賣出嘛 108停利賣出嘛 結果股價是不是下來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們一個操作的用心 所帶給會員的 當然是一個利潤掌握 風險的避開啊 這頭沒有你想達到的境界嘛 那你有辦法達到嗎 如果沒辦法達到 趁著盤勢 你覺得很悲觀的同時 我反而看到樂觀的未來嘛 雙股的合作模式 將你持股降低 集中 一支就夠了 最多兩支啦 最多兩支啊 就是這樣做股票啊 是不是 所以接下來有什麼股票 會有往上突圍 讓你達到一個獲利乘數效果的機會 這檔強壽 有沒有這樣的可能性 4月20號 翔壽為什麼要買 買在140 基本面太棒了 吃到蘋果的一個訂單 USB 今年度的下半年 會開始出貨喔 法輪預估今年會大五度成長 三倍到五倍 很漂亮一個 非常大的一個爆發性成長 今年度的營收跟貨利 所以會創下利益性高嘛 股價業績往上來到相對低檔 要不要買 就像台股現在是不是在相對低檔 便宜了700多點嘛 要不要買 要不要布局 相對性嘛 看到未來會漲股價 跟我卡位 20號買在140嘛 買完之後呢 其他的股價 產生絕對的抗跌性 雖然盤 對 跌掉了400多點嘛 但是想說 幾乎沒什麼跌啊 是不是沒什麼跌 黃金右腳買點今天浮現了 今天最低134.5啊 有沒有跌破前波的低檔 並沒有嘛 所以希望這種 業績爆發性成長個股 未來行情 你跟我同步來掌握 另外 今天那個志勤 管理階層啊 跟公司的一個大股東 爆發所謂金雲權之爭 這種金雲權的一個爭奪戰 我看了太多了 就以往的經驗 到最後都會和平落幕 那和平落幕之後 對股價反應都是正面的 所以今天給你一個結論 志勤 基本面不會因為 經營權之爭而受影響 所以這種股票 拉回早買一點看法不變 要懂得逢低承接 接下來贏家 才有可能是屬於你的 所以如果你還不曉得 如果操作了 還不曉得如果在台股 這個時候最悲觀的時候 跟我們重壓的 雙股的專案 將是你最好的合作方式 我跟你共創雙贏 自己把握一下 明天同學時間再位 本投股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純聖評估 並自付投資風險 大家都有 所以 捧場 聖評估 平常 位 老四 縫 輪